現在講到臺灣的這個情況 中國跟臺灣還真的是沒得比 因為臺灣的疫情控制下來了 中國現在疫情反而要燒起來了 不是打了十幾億劑的中國疫苗嗎 不是很厲害嗎 然後現在除了這個疫情之外 還有大水還沒結束 而且他們面對還有更窘的情況 美國現在要溯源 溯源的結果據說 真的指向武漢實驗室 所以問一下這個學問 現在世界各國也蠢蠢欲動 都準備要跟中國求償了 是你明星的頭皮膚在燒咧 我跟你講 中國大陸現在的疫情起來 就看這兩天的揚州就知道了 我們看揚州現在 有三百多個人累計確診對不對 8月9號那一天 光那一天的話 就有108例 本屬確診的那個新增的案例 所以你看現在揚州 看到這個畫面有沒有 你以為是在開演唱會 還是在開那個什麼寧霍大街 對啊 現在在開演唱會 在哪裡啊 沒有 那是要去做PCR 核酸檢測的 核酸檢測這麼多人 滿慢的 對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結果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這麼多人 群聚在那邊有沒有 就是為了要那個 你看那一個人 竟然在這裡面排隊 要做核酸檢測 還沒檢測到之前 就已經有11個人 被感染確診了 誇張耶 對啊 而且它裡面 現在傳出來很多消息 包括說一個地方官員 去排隊染疫 出來再傳給23個人 還有一個那個南京大省 竟然帶毒去打了七天的麻將 更誇張 更誇張的是現在還有明顯的 就是因為什麼 在這裡面之外 他出去了之後 又攔給35個人 所以現在就很多的群聚 為什麼會這樣 當初他們就講說 因為設置不合規範 這個哪有什麼規範 一堆人就在那邊做核酸檢測 而且現場動線的很混亂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 好 那你在做了之後 現在揚州啊 竟然還傳出來你知道嗎 現在有那個網友就晚上就 凌晨的時候就拍到說 你看這些人大包小包靈的東西 按照他們那個 你看上了那個巴士有沒有 那些巴士一車一車 就把這些人載走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那個這個 這是在彎頭村的林河村 轉到哪些地方 根本不知道 就像被帶走了 因為這個村裡面有確診案例 那我整村把你移走 不知道帶到哪裡去隔離去 所以人家就講說 這很恐怖 這帶到哪裡如果被火化掉怎麼辦 對不對 那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真的說實在話 真的隔離到哪裡也不知道 真的叫天天不應 叫滴滴不靈 好 那接下來 你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現在鄭州也報了很大的案子 他們就講說 鄭州是七月三十二以來 本土案例就增加了一百一十六例 果然大水之後有大疫 對 而且這個一百一十六例 你相信嗎 應該不會吧 又隱匿 有可能 你知道武漢地方 有醫院的床位三萬多床有沒有 已經快要駐滿了 快要駐滿了 那你覺得一百多例有可能嗎 怎麼可能只有一百多例 然後把那個家務檬快駐滿了 對啊 而且現在更誇張的是 他們在告訴你說 為了要防止群聚 中國大陸不是一直以來 就告人家說趕快去打疫苗 趕快打疫苗有沒有 現在已經不用打了 因為他怕群聚 所以疫苗注射也已經開始暫停了 因為這樣喊停了 對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那個河南當地的報紙 開封日報 他們就寫了 他們學者研究的報告指出 你知道嗎 這個德爾達病毒 說真的就跟那個細胞分裂一樣 一直生一直生 那個傳出去的實在是很恐怖 他告訴你說 不用直接接住 你只要在附近 就像我們這樣的話 搞不好我們這樣講那麼久 對不對 如果這邊有德爾達病毒的話 我們兩個就中了 這樣就傳染了 對 差不多只要十四秒就可以傳染 十四秒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人家之前講說病毒大魔王的德爾達 果然是傳染率是很厲害 很恐怖 那現在你看 欸 時隔一年 大家去的去年 我們在年初的時候 一年多之前 一直在講說 中國大陸因為整個疫情爆發之後 開始很多奇奇怪怪的舉動有沒有 對 最近網路上的社傳 那個網站上又傳出了幾段視頻 那個視頻裡面是告訴你什麼 中國大陸各地開始有那個封城 封門的現象 又開始在封門了 對 你看這個疫情復燃 他們那個噩夢又回來 你看 這個人就是怎樣 拿著那個藏的鋼條有沒有 進去之後在他住戶裡面就交叉 就開始把你釘死 汗死在這個地方 管你有沒有人在裡面 就釘死就對了 那個住戶就很奇怪 門打開說 你們是在幹什麼 對不對 他竟然賀令他說 你給我回去 對不對 為什麼 你被封門的原因就是說 誰叫你家有人出來給我透透氣這樣 然後鄰居感謝 來封門快點封起來 而且很多人你知道嗎 就拿了垃圾去丟個垃圾之後回來 家被封了 去到回不了家了 你沒錢沒錢 丟什麼垃圾 開玩笑 對不對 太不仁性化 而且你知道那個村裡的廣播裡面 就告訴你說 人員不要出門 你只要一出門 一旦發現就封門這樣 出門就封門 你看現在多恐怖 真的誇張 後來人家就從這個影片裡面 因為好幾段視頻裡面 他們從裡面的那些路標 門牌有沒有 而且還有那影片中裡面人的口音 他們發現說 不對 這個視頻裡面不是單一個地方 它是包括什麼 江蘇南京 河南鄭州 還有湖南興化這個地方 所以他告訴你說 原來那個封門政策 是跨省市同步進行 那怎麼可能 這病例看起來這麼少 一定很嚴重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疫情的話 既然全省到處都有這種疫情的話 這看起來是不是真的恐怖 好啦 那我們看起來 疫情還有之前災情 到現在後續的那個收復都還沒有結束 你知道嗎 復元都還沒有 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你看這車 剛才是人對不對 這個就是車 你看 密密麻麻的車 中國什麼沒有 就是人多車多 什麼地方大對不對 你看這個車子有沒有 四十萬輛 這些畫面是四千多台 四十萬輛套水車 對啊 整個鄭州大概 我之前就講過說鄭州是河南 是中國很多汽車產業的 那個集散地 他們除了這個製造汽車之外 所以這個 全部擺在這邊對不對 這個車子為什麼 總共有四十幾萬輛的車子 就泡水 他們保險業者估計 求償金額會超過四百八十億台幣 哇 因為那個理培案件 接下來會忙死 大概會忙一整年 為什麼 理培案件有五十四點五萬件 這個泡水車為什麼會四千多輛車 就放在這邊 因為他們是告訴你說 他們這些車子 全部就因為交有一些處理中心 有沒有 所以他集中在這邊保管 等待理培結束之後 這車子才移走 所以他們現在呼籲 告訴你說什麼 最近一兩個月之內 全中國千萬別買二手車 為什麼 因為這個泡水車 就把我收收收收的 可以拿去買 燒賣了 真的 為什麼 因為那一天在畫面上 就有人拍到一個畫面 就是有一台車子沾滿了黃泥 對不對 竟然有一個駕駛 竟然還在路上開 他一手開車 一手就拉著門這樣 所以他要幹什麼 車子已經拿去又賣掉嘛 對不對 台肉的也可以賣 好啦 那除了這個 這個 鄭州之外 我們看四川 四川竟然又出現了很多 而且中國大陸 常常搞這種飛機 你知道嗎 它暴雨啊 竟然還給你偷洩洪 又來了 對啊 之前鄭州不是就有人檢舉說 河南那個時候就是很多泄洪 就是偷偷給你泄洪 沒有預警的泄洪 現在四川達州又開始出現了 這個地方就是你看 這個雨這麼大對不對 可怕喔 後來很多民眾就開始說 你那個水庫是無預警的泄洪 很多人是在睡夢之中 就被大水這樣衝走了 你知道到目前生死不明 可是當地的媒體 竟然沒有一個知智未提 又跟當初鄭州一模一樣 知智未提也就算了對不對 連官方也沒有所謂的統計的傷亡人數 所以你看 可是事實存在說 這些地方已經撤離了八萬多個居民 而且你看受影響的有44萬人 房間有45間被衝倒 118間的話那個受損 損失已經超過11億了 所以跟你講說你看偷洩洪 這個不能夠每次都歸罪於天災 這個一定就是人禍也在其中 所以你看河南到目前還沒有究責 四川又來了 接下來是四川又要上一步 官民攀章枉法的事情 好那接下來你看 中國大陸啊這麼多的災情對不對 可是現在外國現在在告什麼 其實現在共和黨的眾議院有沒有 他最近有個研究報告 就告訴你說 病毒溯源的報告 他告訴你說他提出一個叫做 證據優勢的東西 就是我這個不是反證的 我這是直接就證明你 你知道他現在提出來的這些證據裡面 有很多東西的話 讓那個中國大陸真的是難以招架 你知道他裡面有相關事件的時間點 還有一些相關人人事的那個名單 關鍵人物的名單 還有中國內部的公文跟電子郵件 作為佐證 他們說很多人就開始作證 當初在軍人運動會的時候 照理這樣運動會現場都有很多啦啦隊啊 那個時候他們講說武漢行龍 那個時候叫做鬼城 除了現場沒有人在街道上也沒什麼人 而且還有他參加運動會比賽的 那個中國選手有沒有 竟然在那邊狂咳啊 後來聽說還被送到醫院去急救 所以你看種種的證據顯示出來 就是這個問題啊 除了這個病毒是從那個時候 有善意出來的而且還有人工加工的痕跡 中國現在也是疫情在起 可是習近平似乎並沒有很在意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忙著打各行各業啊 那真的是每日一錘啊 而且呢尤其是對這個科技業的毫不手軟 幾個科技芋頭 現在都非常的慘 但是就問一下敏寬了 有很多國際媒體呢現在評論就是說 習近平就是故意的 他為什麼故意呢 還有人認為說習近平現在已經這個下定決心啊 我不習跟拜登日時聚焚 我就是要把美國拖垮 有可能嗎 尤其我問你一件事情 阿里巴巴很厲害對不對 是啊 阿里巴巴最近不知不覺當中 他的市值蒸發了9兆台幣 嚇人啊 很恐怖對不對 是啊 然後呢不只是阿里巴巴 現在呢打車的 手遊的補習的 白酒的醫美的賣奶粉的沿路都在打 很多人會說哎呀你們打這些企業 對我們來說沒太大關係 所以這個還好 結果今天兩則訊息 讓整個中國人跟香港地區民眾 都跳起來了 都呆了嘛 發生什麼事呢 各位唱歌會不會去影響到政權呢 不曉得 好但現在呢 在中國大陸唱歌 包括了KTV 包括了卡拉OK 不健康的不能唱 不愛國的不能唱 鼓吹反動思想的不能唱 情澀的不能唱 然後呢 情情愛愛的挑出來 有些可以唱 有些不能唱 所以簡單的來說 最簡單的 你去KTV 你去卡拉OK 唱一種歌絕對不會被罰 什麼歌 愛國歌曲 唉呦 誰去那個地方唱愛國歌曲啊 對不對 但重點是 北京從10月開始要建立起卡拉OK的一個黑名單 所以呢 現在中國要回到唱紅歌唱泱歌唱聲歌的一個時代 中國網友說 難道我們是朝鮮嗎 那是 還真的蠻像的呢 然後呢 現在更好笑的來了 當習近平談論到說要回去所謂的卡拉OK黑名單的時候 你知道第一個舉手答右的人是誰嗎 誰啊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真的是一個人才 真的是一個超級人才 他說我們香港目前我們要建立所謂的港版小粉紅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希望我們香港的公共電視各位聽好喔 香港的公共衛視要拍攝一些播放愛國影片 愛國影片 那愛國影片這些愛國戲劇呢 對整個香港人他看不看呢 我跟各位說保證不看 為什麼呢 香港是極度的現代化極度的工業化 而且他們的英文那麼好 過去是英國人管的 現在你要在公視播那些奇奇怪怪的什麼 抗美援朝的片子 那個給誰看啊 結果林鄭月娥說 這個大好 培養我們港版小粉紅 真是笨額啊 真的是不知道他頭腦在想什麼 那現在最大的麻煩是什麼呢 現在最大的麻煩是連虛擬都沒有自由 之前不是跟各位說他在打手遊嗎 打手遊呢 他的利益很健康 為什麼呢 學生打手遊 這個遊戲他就是所謂的網路上 這是鴉片啊 那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這些電玩的巨頭呢 他就說 那既然長官都這麼說 我們來推一些愛國遊戲 各位遊戲還有愛國遊戲 所以唱歌要唱愛國歌曲 遊戲要玩愛國遊戲 那現在呢 很多的人他就覺得很倒楣 對 尤其我問你一件事情 一個男人一個男人 一輩子當中從無到身價70億的台幣 然後呢只花了13年的時間 利不厲害 厲害啊 厲害齁 然後呢他的70億的台幣呢 在一年當中又飛了九成 是不是更厲害 這根本就像是教科書上還是什麼古代的童話節目對不對 各位 新東方的老闆 他的名字叫什麼呢 他的名字叫余敏洪 先來說喔 這件事情來到這個地方好多人都說 這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過去是心靈雞湯啊 現在居然成了壁子 那到底要怎麼辦呢 現在談余敏洪這個人 余敏洪這個人 他們家家境不好 然後呢 他媽媽一輩子只有一個願望 我們家這樣子家境不好對不對 可是呢 窮不能夠窮小孩 苦也不能夠苦未來吧 所以他希望余敏洪可以未來可以當老師 所以就栽培他 那栽培他呢 結果這個余敏洪功課不挺好 所以他考大學考了三次沒有過 那怎麼辦呢 苦學還是考啊 考完了之後呢 進入了一間普通的一個大學 可是他媽媽希望他進北大 進北大之後為什麼呢 因為去到北大以後才有可能會當教授嘛 對不對 那是沒問題 大學畢業之後呢 他那時候他就想說 哎呀去美國 為什麼呢 我要當老師啊 我要當國家的人才啊 那我希望去美國過個水 當一個以後當一個海歸派嘛 對不對 糗了 糗了 發生什麼事呢 那時候美國給他 百分之七十五的學費貸款 嗯 然後還好剩百分之二十五 你要自己籌 所以那時候差人民幣差多少呢 差四萬人民幣 請各位記得哦 差四萬人民幣 那時候余敏洪他一個月賺多少錢呢 多少錢 賺人民幣一百二十塊 一百二十塊 所以他想一想呢 我一百二十塊不吃不喝 一年能夠存兩千五 我什麼時候我才有辦法到美國去留學呢 後來想一想 含著眼淚跟媽媽說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當教育了 沒有辦法當老師了 所以那時候他跳出來開個禮物 他開個禮物過去 他為了要學英文嘛 所以他很認真的學啊 很認真的學一開始做什麼 你知道嗎 去各地跟人家貼小海報 當英文小老師 當英文家教啊 土法煉鋼 土法煉鋼 因為那時候網路的時代 還沒那麼好嘛 結果呢 沿路走沿路走 走到最後有規模了 走到最後有規模 新東方整個蒸蒸日上 新東方居然成為了 整個中國當中的年輕人心靈雞湯 各位你去想一個人 他幾乎是馬雲 另一個翻版嘛 是啊 創業楷模啊 這當中當然有一些詭異的地方 下次我們有比較多的時間 再來談這些詭異的地方 但各位 這個故事聽起來很勵志 對不對 是啊 非常勵志啊 可是各位 這個勵志的故事 有一個不好的下半場 長官說 我們全中國 既然是社會主義國家 為什麼小朋友要這麼累 不要補習啦 各位 身家九成就蒸發了 所以現在怎麼辦呢 所以中國企業現在呢 電玩要負責愛國 然後補習班呢 補習班後面要怎麼辦 不知道 很多人現在在做捐款保命的一個動作 根本不曉得要怎麼走 所以我們昨天有跟各位說嘛 中國 整個創業當中 羅奇先生過去跟中國走得多近 發懺悔文 說好像不太對 接受在監控怪怪 然後呢 孫正義 孫正義最近也覺得不太對了 他覺得說 因為中國有非常多 很好的股票 有非常多具有未來潛在發展力的一個個股 那孫正義專門玩這個的嘛 孫正義才不玩那種5%10%的 他不玩 他玩都是那種5倍10倍50倍100倍的 孫正義最近他就說啦 他就說 哎呀這個華爾街之亂 中國監管之亂後面該怎麼辦呢 所以孫正義要開始去削減中國的投資 這是目前日本孫正義說的 但目前我們要去談論到 這一切這個源頭在哪邊 對啊 習近平啊 對啊 那習近平知不知道他做這件事情 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呢 我認為他知道 但他一定要做 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是行銷學的問題了 怎麼說呢 什麼叫行銷學的問題呢 我們今天不談政治哦 我們就談行銷學 什麼叫行銷學呢 行銷學嚴格來說的話 就只有兩件事情 我把我自家的品 自家的產品品質拉高嘛 我把對方的產品品質壓低嘛 就這樣子而已啊 我們利用這個方式來談反對黨的一個說法 所以對國民黨來說他最怕什麼 台灣安居樂業啊 經濟變好啊 所以他每天就恐嚇你 AZ不能打 高端不能打 對 疫情很恐怖 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 每天要做這個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重點是要他取得未來的政權嘛 能不能夠取得一回事 但是各位 口號能不能夠不喊 不行啊 同樣的道理回頭看習近平 習近平啊這批棒 難道不知道中國內部問題很多嗎 知道啊 擋得住嗎 擋不住啊 出發的是誰 自己的子弟兵啊 所以怎麼辦啊 補教業打 遊戲業打 奶粉業打 該打就打 擴大監管 我跟你拼到底 那為什麼呢 這叫方向 嗯 各位這叫方向 可老百姓慘了啊 所以老百姓慘 可是各位企業更辛苦 我們最近來看到阿里巴巴這件事情 剛不是開頭就跟各位說嗎 阿里巴巴最近市值跌到了九兆 對 可是阿里巴巴最近經歷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到現在還是非常恐怖的 一個女生遭受到了不好的對待 那這個女生呢想一想這件事情很懸 為什麼呢 一群人從杭州 一趟路千里迢迢跑到山東 然後跑到山東去之後呢 剛好遇到了 過去馬雲說不可以喝酒 不要應酬我們要有一個新的一個企業風格 沒錯吧 對啊 現在呢 現在是出現什麼事呢 中國的北方呢 他們說一句話 他們說 我們要先喝酒再談事 那中國的南方說什麼呢 我們要邊喝酒邊談事 然後中國的西方他說什麼呢 沒喝酒不談事 所以變成什麼呢 中國他們有非常嚴重的應酬文化 可是這個應酬文化當中 後面酒喝多了 場面失去控制了 會發生什麼事這個後面很難想像 但這件事情在阿里巴巴發生 千不該萬不該 為什麼 因為全中國 第一個 這種不該被對待的事情 本來就不該發生 第二個 你阿里巴巴怎麼可以出現 這種信心風暴 特別是在中共整治的過程當中 該不該打 打 打更兇 所以呢 官媒他就痛批哦 你們這些阿里巴巴 不要想說你們錢多 不要想說你們非常的財多是大 不可以想像像 韓國財閥一樣操控一切 所以中國的企業即將面臨更多的監管 但阿里巴巴這是 從一連串的管制當中傷筋動骨 為什麼呢 市值減少一回事 以後行業可能會被管制一回事 這一次出走的是第三代的接班人 阿里巴巴從第一代 馬雲跟蔡崇信 到第二代的張勇 目前已經陸陸續續 他們年紀有點比較大了 第三代接班T4的過程當中 他們要把帝國再次的擴大 結果呢 為了這次信心事件 整個接班順序全部都亂掉 現在中國很累 唱歌要唱愛國歌曲 打電動要打愛國遊戲 然後呢 你如果太有錢的話 小心你會被盯上 不管你做什麼行業 重點在哪邊 重點在政策在方向 但現在美中的對抗來到這裡 已經沒有辦法阻止 雙方會一直打下去 不過這個受到水災跟疫情的影響 中國的經濟當然會受到重創 再加上中國原本就存在的 這個通膨的問題 這也導致呢 這過去25年來一直力挺 中國的美國一位 這個首席的經濟學家 他都寫懺悔文 他說我錯了 他說中國現在問題大了 你看 中國官員一直有一個說法 我們在華爾街有朋友 那是不是有朋友呢 當然有 從柯林頓時代開始 很多中國跟美國之間 經濟官員其實走得很近 嚴格來說撕破臉是什麼 嚴格來說撕破臉是中國 他開始要獨立自強 他開始要中國一定強的時候 開始來做分手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談這位羅奇先生 羅奇先生大有來頭 他叫做中國經濟沙皇 曾經是美國FED的官員 也曾經是摩根史丹利在亞洲區的亞洲總裁 最近不知道哪裡不對 但他說的是事實 他發了一個懺悔文 懺悔文 他說呢過去25年 我對中國有一個天生的樂觀 但是現在對於中國的前途 他嚴重的懷疑 那為什麼嚴重的懷疑呢 嚴重的懷疑 其實原因就在這幾個地方 最近疫情失控加上中國 他現在有非常大的通膨壓力 中國其實他們的地非常的大 人口非常多 但其實他們自有的物資沒那麼多 很多都需要進口 而今年呢鋼價漲 鐵價漲 所有的糧食也在漲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哦 最近水災都發生在糧食區 包括了河南 包括了四川 這幾個地方都是糧食出產大地 所以呢水災糧食的價格他也在上漲 中國他的整個經濟下行的一個壓力 他也報表 而報表當中現在有個麻煩 為什麼呢 這一次疫情發生的中心在南京 然後南京目前開始往蘇州走 開始往揚州走 這幾個地方重中之重 為什麼呢 現在談江蘇 江蘇多大 江蘇臺灣三倍大 人口臺灣的三倍 然後臺灣很多的面板廠 很多的筆記型電腦 很多的電子零件通通都在那邊 因為那邊距離上海非常近 對一條高速公路拉過去 六百公里就到了 而這次疫情發南京 目前揚州封城 現在很多廠遵循政府政策 所以呢停工一個禮拜 也停工了 但只有一個禮拜嗎 目前沒有人知道 最近永豐於子公司 他也說了嘛 他們配合正義 先來做停工 結果現在中國很多省麻煩了 怎麼說呢 真正中國 他們其實開放才開放十天而已 為什麼呢 之前他們的 他們說防疫防得非常好嘛 是啊 該打的疫苗 他們也打了嘛 很多的聚會 通通都沒有人戴口罩 然後很多的大媽 很多人呢 到處一家一家的麻將館 沿路一直打下去 可是現在突然間關 突然間關 所以電影院不開放 跨省他也禁止 開了十天又中斷 現在最大的麻煩是 很多旅行社我的票 已經賣出去了 是啊 飛機票也訂了 對 該開的團都開了 現在要怎麼辦 所以目前暑假又泡湯了 跨省禁令賭疫情 那怎麼辦 他要賭啊 他們都敢給你封了 不准你跨省算剛剛好啊 所以旅遊業現在要不要哭了 真的要哭啊 那現在就開始搞一些公司 太香太香 開始在磚洞你知道嗎 我們先來看哦 這個叫深圳的黃庭酒店 不是去年才說嗎 很多人都在那邊炒晶片 炒半導體啊 這家飯店他說 反正既然又封審 旅遊也不能夠做對不對 我不開了 我要來去做半導體 半導體說說 嘴巴說都能做 他說他要做 然後呢 他還特別花台幣兩億哦 去買了一家小型的半導體公司 然後很多人就說 你這個擺明是在炒股啊 啊你錢從哪裡來的呢 結果不說沒關係 一說哇問題大了 為什麼呢 這一間酒店啊 目前還總共欠錢 欠了一百多億的台幣 所以他花兩億買一間半導體 算剛剛好而已啦 但重點是半導體這樣子 說做就做嗎 這根本就騙錢的啊 他欠一百二十六億 現在還去做半導體 問題是不能夠 因為旅遊業現在不能夠做嘛 但現在中國當中很多產業都 哀哀叫 為什麼哀哀叫呢 現在中國很多企業 你知道最怕什麼嗎 最怕什麼 最怕長官把麥克風拿起來 真的最怕那張嘴 麥克風拿起來 現在各位前幾天哦 全世界的投資業 通通昏倒你知道嗎 全部傻眼 長官說什麼你知道嗎 長官現在連母奶都管 連母奶也管 沒說錯哦 就是母奶 為什麼說母奶呢 因為中國極度工業化 很多的婦女 他們都要上班 所以中國的母奶未育 全世界倒數第二 很低嘛 那很低 剛不是跟各位說嗎 中國他們很多的資源都要從國外嘛 特別是前幾年中國奶粉 還給人家亂加料 中國人根本本身 不敢吃中國自己的奶粉嘛 能吃的就是那種社會 可能收入沒那麼多的 那現在中國母奶未養全世界第二 長官現在說什麼呢 說拜託拜託 拜託我們這些中國的婦女們 你有生小孩 多多母奶未卜 這個要管 這句話沒有錯 各位這句話沒有錯 母奶未卜嘛對不對 不花錢 小朋友抵抗力也好 麻煩哦 怎麼麻煩哦 那些賣奶粉的怎麼辦 哎呦 結果那些賣奶粉的全線暴跌 各位賣奶粉的全線暴跌 然後中國我一看賣奶粉的公司 還真是多啊 真多 為什麼呢 他們是全國喝牛奶 老人家喝 為什麼呢身體好 青壯年喝呢補充營養 小孩子也喝 嬰兒也喝 全國17億人在喝 奶粉生意大不大 大呀 股票全部倒跌 然後所以說呢 現在怎麼樣呢 為什麼呢 他們是全國喝牛奶 老人家喝 為什麼呢身體好 青壯年喝呢補充營養 小孩子也喝 嬰兒也喝 全國17億人在喝 奶粉生意大不大 大呀 股票全部倒跌 然後所以說呢 現在怎麼樣呢 現在中國他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為什麼呢 滴滴出行之前出來 關你APP 不准打車 不准打車 然後說呢 學生太辛苦了 不要那麼累 不要不准補習 不准補習又打補習 然後白酒呢 白酒不是拿來喝的 拿來炒作的 不准白酒 然後現在呢 希望大家用母奶餵養 不准奶粉 今天瘋了 什麼事 真的瘋了 又什麼了 不准漂亮 連漂亮也不准啊 不准漂亮啊 什麼叫不准漂亮啊 人民目報今天說了 醫美亂象 忽視安全 他就說什麼了 說你們這些做醫美的都沒良心 都把最好的案例 擺在廣告當中 那些失敗的呢 做不好的呢 你們都給人民一個錯誤的一個假象 天啊 打車不行 補習不行 白酒不行 奶粉不行 現在呢 你要漂漂亮亮的也不行 這個塔利班的問題 他美國在阿富汗作戰的時候 那塔利班跟他之間被能夠撐那麼久 背後有人在支持塔利班 就是中共 然後所以現在塔利班去跟中共見面 說是老朋友見面也說得通啊 但是塔利班絕對不是省油的燈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阿富汗最有名的一句形容詞 就是他是帝國墳場 以前英國在這個當世界霸主的時候 他要阻止當時的俄國往南找出海港 不動港 所以在阿富汗這裡已經跟這個 當時的俄國有過交鋒了 然後呢 英國退了以後 蘇聯進來 在阿富汗打了八年 對不對 蘇聯也撤了 現在美國進來打了二十年 也準備撤了 所以這些大國 我都在阿富汗吃了不少苦頭了 對不對 那所以呢 現在那個我們看塔利班 他現在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他影響新疆的那個恐怖分子 跟中共對抗的那些恐怖分子 所謂的恐怖分子 他背後的培訓基地在塔利班這裡 然後這是第一個 第二點呢 那個美國打阿富汗的時候 阿富汗周邊就比較平靜了 於是中共就進入以前蘇聯的五個中亞共和國 在那邊做什麼呢 鋪設那個天然氣的輸送管線 還有石油的輸送管線 那這裡面有三個國家是跟阿富汗接狼的 就是那個圖庫曼 烏茲別克還有那個塔吉克 那這三個中亞的那個小 比較小的那個共和國 前蘇聯共和國 他的那個中共的那些管線 都在塔利班的涉及範圍內 那這三個中亞的那個小 比較小的那個共和國 前蘇聯共和國 他的那個中共的那些管線 都在塔利班的涉及範圍內 所以塔利班手上握有這兩點 然後呢 你中共要不要來這個大撒幣一下 簡單講就是說你要不要給我投資跟經濟援助 現在能威脅中國的居然是塔利班 塔利班手上有兩個東西你中國要嘛 對不對你要不要那個 在新疆那邊跟我談一下對不對 你要不要在這個中亞的這些人員的輸送管線 跟我和好一番對不對 你要我配合你當然你要給一點好處嘛 所以王毅跟塔利班碰面 黑吃黑了這一齣戲 差不多啦就是說塔利班手上有這些東西嘛 那你中共來跟我談對不對 是這樣嘛 因為塔利班打的對象都是世界級的 大權從以前的英國 後來的蘇聯現在的美國 對他不會把中國看得怎麼樣 那個突然間好像很崇拜不會 阿富汗整天打交道對象都是大國嘛 然後他現在 所以塔利班的這個問題 當然背後其實是在反映的還是中共 還是這個中美的這個大問題 然後呢接下去我們看到 美國跟中共的對抗其實 沿用以前的美國對付蘇聯的那個邏輯 美國對付蘇聯的邏輯重點就是 那個消耗蘇聯 最後脫髮蘇聯 他並不是跟蘇聯打仗他不是 他大家都知道軍備競賽對不對 很多那當時雷根提出星際大戰的時候 起先蘇聯並不相信他是完真的 覺得他只是要要來那個 就是恫嚇一下 後來蘇聯發現美國是完真的 所以蘇聯就緊張了就開始撥很多資源 也準備來加入星際大戰 所以也就是說很多的消耗在這裡 那現在美國對中共也是 兩個核子大國 確實不必真的那個丟來丟去 那個飛彈打來打去 美國的戰略還是一樣 要消耗中共要拖垮中共 那所以呢要把中共引到一些花錢的項目 浪費的一些項目 比如說他蓋很多兩棲登陸艦要對付台灣什麼 然後他現在可能搞很多什麼東風飛彈什麼 其實都是浪費那個不見得有用 那美國引用這個戰略 現在就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習近平怎麼看待 那因為美國明年有其中選舉 習近平明年有二十大 雙方都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去試卵 去放棄姿態 所以目前的對抗就有可能會延續到明年 甚至於更久的時間 但是基本立場是雙方是在對抗的 所以不管是不是因為有什麼其中選舉 還是什麼二十大 政治交接其實還是會對抗下去 然後呢 我們最近看到習近平 除了面對二十大的權力重組以外 他最近搞了很多監管風暴 然後呢不准那個 不樂見滴滴出行去美國上市 那去年的話把螞蟻金服的上市案也打掉 然後呢 對很多現在補教業 接下來可能線上遊戲業 說不定還有藥品業醫療業 還有烈酒 很多行業他都找一些理由來做監管 但他覺得很奇怪 你說中國企業去美國 缺美國人的錢有什麼不好對不對 他不要 原來有可能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習近平已經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拜登的九十天病毒來源調查報告 這個月到期了要提出來 然後習近平大概知道 那個所謂叛逃者帶了什麼證據或資料去美國那邊 那個應該就是 那個在二月份的時候那個叛逃者 所謂的叛逃者 應該是武漢病毒實驗室的資料庫 那個資料庫被美國拿到 那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他那個九十天有什麼效果 第一個效果是 他要中共 等於說我給你一個時間 你趕快認錯道歉 中共當然不會啦對不對 第二個九十天時間等於什麼 等於給美國情報界趕快去整合一下 你們不要在那邊跑 有些人還要幫中共講話 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華爾街 或者銀行 從香港測從中國測 給銀行跟企業一些時間 你們知道我後面要大動作 你們趕快看著辦 再來一個 美軍跟盟友開始有時間做大規模演習 現在的演習規模越搞越大 不太像是純演習 我甚至於認為這個東西有一種味道 就是開戰前的最後演練 日本投入十四萬的部隊跟你演習 這你演習通常兩三萬對不對 已經很大了 現在英國的航母艦隊群也到太平洋這邊來 然後日本也到印度洋去 這些擴大的演習都不像是一般演習 看起來是完真的 然後最後原來九十天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原來那個資料庫 武漢病毒實驗室那個資料庫是中文的 他要找人翻成英文 那這個翻成英文的人他除了要懂中文之外 他要懂病毒學之外 他還得安全檢查要過關 否則如果是中共潛伏進來的人 還是滲透的人 把資料換例的不對 還是說通風報信告訴中共那不行 這樣的人不多嘛 所以翻例起來比較慢 才需要九十天 所以總而言之 習近平大概知道 美國已經掌握一些證據 估計習近平在做最壞的打算 就是估計鎖國 鎖國以後呢 回到以前毛澤東時代的時候 可能吃大鍋飯 那現在有很多地方糧食不夠 又不准老百姓拿護照申請出國 對不對 風畫面面的話看出來 習近平可能已經有了心理有數 要做最壞的打算 所以跟美國這邊的強硬的對抗 大概會延續下去 結果呢很多人在講 塔利班有這麼厲害嗎 所以不少分析家都認為 背後就是中國在撐腰啊 塔利班到底有沒有厲害 聽我一件一件的來說 我們自己 你心中自己要放一把尺 但來到這裡 你不得不說 阿富汗過去叫做帝國墳場 你知道為什麼叫帝國墳場嗎 任何國家 你只要摸到阿富汗 摸到旁邊的伊拉克 長久頭破血流 對 那為什麼要摸他們呢 因為他們身上 有非常值錢的東西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全世界質量最高的石油 就產在這一區 包括了阿富汗 包括了伊拉克 包括了伊朗 就在這一區 這個叫中亞 那中亞這一塊呢 過去就是各個帝國 染指之所在 那為什麼呢 要油嘛 所以英國 挂在裡面 對 然後俄羅斯 過去叫蘇聯 蘇聯的時代去摸 蘇聯為什麼後面會垮台呢 一方面就是第一個 千萬大軍困在阿富汗 第二個 貝雷根把軍隊帶到外太空去 國力全部消耗完了嘛 美國想一想 本來不想摸 結果呢 美國去打完了整個 中東戰爭完之後 本來是代管 公親變士族啊 後面進去走 走完之後搞不下去 匆忙撤退 結果充滿撤退完之後 過了一百多年的一個紛亂 今天阿富汗居然由 他們塔利班要當家做主 可憐啊 這個地方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這件事情 目前來看已經確定了 為什麼呢 最近阿富汗第二大的監獄 居然整個門全部打開 然後放出了4000個人 這4000個人都是 最名最重的 傷害能力最強的 統統成為新的塔利班 然後本來是關在監獄裡面對不對 一出來槍給你 馬上可以打仗 哇那還不解放了 所以最近阿富汗的整個官方政府 完全兵敗如山倒 多誇張呢 第一個 財政部長喔 他落跑啊 那落跑不能直接講 落跑你知道嗎 他就老婆小孩帶著 他就說 我最近我們要出國去旅行 他總不能說 這國家沒救了 我要跑了 這樣講很難聽嘛 所以他說什麼 他們說他們出國去旅行 結果最誇張的是政府軍 政府軍現在制服不敢穿 不敢穿 脫掉 為什麼呢 怕被暗殺 怕被炸彈炸 所以現在政府軍換平民裝 所以軍心已失 國軍連制服都不敢穿 這什麼軍啊 嚇到了 真的完全嚇到了 但目前喔 我們從這幾個月的架構來看 塔利班要接政權喔 可怕 真的要接政權 為什麼呢 因為除了在整個 剛剛不是講嗎 幾天的時間打下了九個省嘛 然後很多地方都兵敗如山倒嘛 所以代表第一個政府軍是很弱的 但為什麼說塔利班 他們要接政權你知道嗎 他們已經開始派出外交使節 在各地拉幫結盟 第一個找中國 那麼少要找中國呢 美國在那個地方經營那麼久 對不對 其實美國一直用民主的方式 要幫那個地方做公共建設 做不出來啊 沒用啊 那現在呢 所以塔利班他們的頭子 最近就去見了王毅嘛 七月底的時候 王毅就見了塔利班 所以現在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喔 因為一個國家經過長久的一個建設 一定東倒西歪一定亂七八糟嘛 需不需要重新建設 需要找中國 所以第一個戰後的建設 目前來看會交給中國來做 然後第二個塔利班又建俄羅斯 你知道他建俄羅斯說什麼嗎 說什麼 說你早不要來管我們 我們絕對不越過邊界 也不亂你們 俄羅斯這樣想一想也還不錯啊 為什麼 過去蘇聯的時代去搖 搖上去之後結果呢 賠著東倒西歪嘛 不太行嘛 談到俄羅斯之後談土庫曼 哇 談土庫曼 談巴基斯坦 談印度 這可都是錢啊 我們剛開頭不是跟各位說嗎 那個地方有全世界最棒的油對不對 那麼這麼多的油挖出來之後怎麼運 總不能用油車吧 那是 所以有油管 油管喔 一次拉拉幾千公里喔 好幾條油管都在跑 那過去呢 無政府時代呢 動不動那些小土匪啊 那些小小地方的就跟你說 給錢不然呢 炸油管 怕不怕怕嗎 要不要給錢也給嘛 連美國的殖民地油管都給俄羅斯錢的 各位去想想看 連美國這種國家都要給錢的 這地方要不要給呢 然後現在他們也說喔 現在這台利班也說 你只要承認我們的主權 因為有一條油管 這條油管太值錢了 他從土庫曼哈薩克沿路拉 拉過了整個阿富汗之後 拉到了巴基斯坦 然後拉到巴基斯坦之後 直接出海之後你等於把開關打開 源源不絕流出來都是美金耶 真的 那這些油管要不要保護呢 當然要保護嘛 所以台利班也說啦 承認主權 我們油管會保護 也不亂事 但這個地方還沒開出價嘛 還要開價嘛 當然要開價啊 不然我幫你去顧 你們家的油管不用給錢嗎 這當然要給嘛 但是這個地方 他先不談這個 為什麼呢 現在擺廢待舉嘛 一件一件的來 所以呢 現在可以確定 第一個 整個所謂的帝國墳長阿富汗 現在呢 要自己獨立當家做主了 可是大家千想萬想都沒有想到 居然會是神學士政府喔 對 好 再來談第二件事情 最近中國也內訌 為什麼內訌呢 北戴河會議 大家就在想說 奇怪了 北戴河會議 所有中國的一個高官都在北戴河旁邊 北戴河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海邊一棟一棟的別墅 每個高官進去裡面完全的放鬆 然後呢 大家開會 可以暢所欲言 這句話我是不太相信 我是不太相信 我也懷疑了 但是他們說 大家就可以暢所欲言 但想不到暢所欲言完之後 北戴河會議出來第一件事情是 國防部去槓上外交部 國防部居然槓上外交部 為什麼呢 很簡單啊 總不能你 總不能你去吃飯我付錢嘛 這樣很怪啊對不對 可是現在最近各位有沒有記得 全世界各地放火誰放火 外交部放的啊 中國戰狼放火啊 對啊 中國戰狼現在是外交部在放啊 可是國防部的部份的話 他們要負責打仗啊 那我們如果往內去看 往內去看 欸好笑了 怎麼說 中國有很多那種地方的 初級官員 中級官員 或者是有很多特定的職務 他必須要擬有解放軍當過 有點像台灣當過兵 或者是類似梁民政那種感覺 所以很多的解放軍先說哦 解放軍有非常厲害的單位 一定有一定有 解放軍 他們陸軍海軍空軍 都有非常強的單位 但有很多解放軍的單位 是為了過水 為了什麼 為了過水什麼 我來當三年的兵 當五年的兵 過了一個旋轉門 以後我可以去當村長嗎 啊 以後我可以去其他的公子 去卡一個位置 因為我去當兵 是為了要過一個水 有一個資歷而已嘛 那再來 中國過去30年來 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一胎化 對 一胎化這沒錯吧 所以很多的小孩 他就是家裡面的獨子 所以爸爸媽媽要這個小孩去當兵 並不是為了說 啊以後爆笑國家 戰死沙場 這不是他想的嗎 我的目標是什麼 這些人的目標是 我去過完整個解放軍完之後 我就可以回鄉 回到我們特殊的地方 以後我要擔任公子 我要坐其他的位置 他是往這地方去想的 他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要來戰死沙場啊 我沒有要過國家打仗 我是來過水的 我拿證照的 這個叫做過水嘛 為了公子嘛 又是獨子嘛 重點是所謂的兵油子文化 什麼叫兵油子文化呢 中國在過去的20年30年 有一個非常不好的軍中慣例 買關 那買關的時代呢 當然是在徐才後 他們那個時代沿路開始的嘛 但是這些人呢 沿路走到現在還沒有拔乾淨 那沒有拔乾淨 就會有很多的兵油子 這些兵油子是什麼呢 要領錢啊 要吃飯啊 他們會出現 可是如果真的有事情的時候呢 抱歉你不要去找他哦 因為他的工作是兵油子 他是在那個地方 佔員缺的 他不是去打仗的 但是這一波呢 我們只能說 中國的外交部真的演過火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外交部沿路都在放火嘛 楊潔篪在阿拉斯加 哇那個嘴臉一挑 楊潔篪在過去給人家感覺是溫文儒雅的人 他過去有在美國形象之好 重點是他在美國有一棟非常漂亮的房子 非常值錢哦 他說他老了要退休去那邊哦 但是那時候他說 中國人不吃這套 然後就嘴巴一甩 很高嘛對不對 後面各位記得嗎 這個是盧沙爺啊 名字取得真好真會撒野 好厲害 趙立堅等等的 他們都拼命在放火啊 可是拼命放火 國防部現在說 總不能這樣子吧 你不打仗的拼命放火 然後我們負責打仗的 你要稍微衡量一下啊 結果最近這篇文章還挺有趣 這篇文章是中國解放軍鷹派的將領做分析的 他一開始先把中國的進步先講了一遍 我們海軍有多少進步 空軍有多少進步 陸軍有多少進步等等 但講完之後轉折是 但目前我們的空軍跟海軍跟其他國家勢力 他沒有指誰哦 他沒有指誰 他沒有指說日本啊 美國啊哪裡 他沒有指誰哦 他說目前我們的空軍跟海軍差距人大 然後他就舉了一個例 為什麼要舉一個例呢 因為再來是十幾國要在南海 十幾國要貓你中國一國嘛 所以他就舉了一個例 他就說呢例如例如美國的航母 他們有十一艘 通通有戰力哦 那我們中國的航母呢 目前兩艘 仍然要磨合 那我們的先進戰機也不夠 我們的空中導彈數也不夠 他這樣講講老半天是什麼呢 他的意思就是打不贏啊 對啊什麼都比人家少技術還不如人 他就打不贏嘛 可是問題是打不贏的呢 要負責打仗啊 然後呢不用打的呢拼命放火 所以呢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南華早報說 中國國防部跟外銷部 現在呢直接槓起來 那為什麼槓起來呢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嘛 別人吃飯我來付錢 你去放火我去打仗 國防部怎麼想解放軍怎麼樣 他都不願意啊 現在全世界大概就分邊了 大家要來排隊要來列隊 什麼要來排隊要來列隊呢 美國登高一呼再來南海要演習嘛 之前不是LSE二零二一全球演習 跨越十七個時區 很多國家二十幾個國家來助政嘛 對不對 那我如果這個時候不辦個大型的一個軍演 你們這麼多國家 跨越十七個時區都在演 那我這裡不演 我的面子在哪邊啊 所以最近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最近就宣佈一件事情 他們說他們目前以中國跟俄國為首的 這個所謂的聯盟國家 要在未來幾天辦一個國際軍事比賽 二零二一 然後這個由中國來承辦 當然不能說中國承辦來了 都是小貓兩三隻嘛 所以很多國都來 包括了俄國白俄羅斯 伊朗烏茲別克越南委內瑞拉都來 你知道這個啊 他們也是一箭雙雕 一箭雙雕 為什麼呢 再來列隊嘛 你們美國可以列隊 我中國跟俄羅斯當然也可以列隊嘛 然後再來呢 爆一點小冤仇 你知道為什麼要爆一點小冤仇嗎 為什麼 因為過去都在俄羅斯辦 然後俄羅斯對這些盟友都非常好 多好呢 俄羅斯用新戰車 盟友就用舊戰車 俄羅斯用好的武器 盟友就用壞的武器 所以很多武器 特別像蒙古啊 蒙古到後面都說 玩都你們玩 我不要去了 我就不去了 那今年換中國辦喔 今年就換中國辦 那重點是你要有實力才能辦喔 你要有實力才能辦喔 你的地要夠大 人要夠多 然後還要讓這些人吃吃喝喝啊 不是說來這邊 我來這邊混的 他們說你有武器要來就帶過來 但很多國其實沒那麼有錢嘛 武器根本帶不過來啊 所以之前俄羅斯他們就怎麼做呢 我用新武器 你們用重武器 那各位軍事比賽誰贏 當然是俄羅斯贏嘛 來導播可以我們換下一張喔 所以來到這裡呢 俄國真的這一次陪 中國戲演到底 為什麼這波戲演到底呢 目前從今天開始 中俄聯合軍演一連五天 也在中國演 也在中國演 那也在中國演呢 規模可大 為什麼呢 剛剛跟各位談到那個軍事比賽 那個是大家軍人過來 對不對 比射擊 比坦克 比飛機 比飛彈 對不對 這個是揮揮拳 聲聲手腳而已 但這個一萬名官兵混合編主 這個可就重要了 包括了飛機 包括了船艦 包括了統一指令 包括了通訊等等 大家要一起做 然後他們呢 也很聰明 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說要用反恐為安 反恐為安 調到航母出來 各位就知道這個演習 有拉有拉到多大了 但現在 全球在看這件事 有點越看越毛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美國有一個麻煩 美國先來說 我們比武器的數量 比科技可能不會輸太多 但美國在一些關鍵的原件或武器上面落後了 例如說什麼呢 我們之前可能跟各位說過 超高速飛彈 目前是中國跟俄羅斯領先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呢 中國他們武器越做越大 過去做這種所謂的長程飛彈 做九千公里到一萬一千公里的 已經嚇死人了 最近呢 在中國新疆的一個哈密 他們就發現了 總共有一百一十個 對不起 這邊少了一個零 中國大陸的新疆的哈密 總共一百一十個新的飛彈的發射孔 然後他們就發現這個發射孔很麻煩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更深 第二個更大 原因在哪邊 在哪邊 因為飛彈加大啦 飛彈加大了 本來的飛彈比較小嘛 用小的飛彈發射孔嘛 那我現在飛彈加大了嘛 所以他們預估 這個非常有可能 就是傳說中的東風四十一 那這個東風四十一 量能可就恐怖囉 為什麼呢 東風四十一目前 還沒有人對他正式的亮相過 只有在衛星那邊抓到 因為他一飛就飛到外太空去了 外太空當中 你知道恐怖恐怖在哪邊嗎 他是繞地球飛 然後如果下來一顆大的一百萬噸的當量 然後他可以拆成六到十顆 也就是說他往上飛 飛出來之後從新疆飛對不對 我可以飛到日本上空給你扔一顆 然後飛到阿拉斯加再扔一顆 然後飛到加拿大再扔一顆 飛到你美國華盛頓再扔一顆 他可以帶六到十顆 這個就恐怖囉 對 這個就非常非常恐怖囉 那很多人說為什麼要做新的呢 舊的放不下嘛 舊的他就放不下 那怎麼辦呢 就要做更新更大更遠的飛彈 這個可能是傳說中的東風四十一型的一個飛彈 然後最近美國也不敢小心 為什麼呢 最近南海要軍演嘛對不對 南海軍演中是要有所謂的友軍跟敵軍嘛 那友軍是誰呢 友軍一般是派是派藍軍 然後敵軍的部分的話是紅軍 結果這次紅軍居然出現了一個必殺武器 什麼必殺武器 他們的F-35掉到紅軍裡面去 那為什麼要掉到紅軍裡面去呢 剛剛不是跟各位說嗎 目前全世界在比賽所謂的高階科技 先說是高階 高階科技是什麼呢 高階的飛機現在都是五代嘛 那四代跟五代的差別 其實差在哪邊 其實就差在逆中 不然說比火力啦 比速度啦 四代戰機還比較快 載更多 可是你四代戰機你載的多 你掛彈點會被抓到嗎 會被雷達抓到嘛 這要比逆中 那現在對中國來說 中國他們的殲二十是有逆中能力的 對 俄國的蘇凱五十七也有逆中能力 那人家都是逆中戰機 我們目前我們的雷達系統 電戰系統 阻止飛彈系統 要怎麼做克服呢 所以中二全部進入五代戰機的過程當中 F三十五現在這一次 居然是當紅軍 進入所謂的敵機 他們現在要訓練雙方 你也逆中 我也逆中 未來飛機怎麼運行 所以新的科技 新的參數 現在全世界都在抓新參數 為什麼呢 因為舊的參數完全都不能用了 所以我們臺灣其實這次國防往前演進 買進新的武器 這個也很重要 然後呢 現在美國很多參議員看看 情況不太對 要讓拜登能夠大撕拳腳 為什麼呢 拜登之前一直說要促進所謂的基建 基礎建設 那這次的基礎建設可不是什麼鐵路啊公路那些 不是哦 這次的基礎建設是晶圓廠 是電磁廠 對是科技等等一些新的 那這次呢 參議員後面想一想 我們要來凝聚共識 所以有十八位共和黨員哦 這次跑票 所以目前一點二兆的美元基建案 這是正式過關 那也就是說 過去美國已經花了很多錢了嘛 他要希望美國的科技能夠往上走 國防能夠往上走等等的 這是一兆兩千億基建案 過關的過程當中 今天鋼鐵的價格就往上噴了 那最近很多人都在想一件事情 不鏽鋼的價格漲到天上去了 是啊 那為什麼不鏽鋼的價格會漲到這裡呢 最近有一篇文章啊 這篇文章還非常有趣 提供給大家 他說什麼呢 電動車的流行 讓你家的白鐵門變貴了 啊 講不懂對不對 家裡的鐵門都變貴了 不是家裡的鐵門而已 包括家裡的鐵門 包括鋁門窗等等都變貴了 那為什麼呢 原來啊 各位曉得嘛 過去我們車子是燒油 燃油引擎 哇剛鋸的貨鋁合金做的 這個倒還好 現在新的電動車要的叫做三元電池 那三元是哪三元呢 鋰 鋼跟鋁 那這三個元件呢 因為各位去想 全世界都在拚電動車 價格是不是沿路一直噴 尤其我們去年在談到鋰的時候 價格才七千美金 現在噴到一萬多 那鋁鋁又是什麼呢 鋁鋁又是做不鏽鋼當中最重要的原料 所以變成怎麼樣呢 當很多人去開電動車 你家的鐵門變貴了 為什麼 因為不鏽鋼漲價了 同樣的 我剛剛不是說嗎 鋁鋁鋁是什麼呢 家裡面不是都鋁門窗嗎 這裡幾天下大雨對不對 你都會把鋁門窗關好嘛 鋁的價格也往上走 所以這一波走電動車 很多人都在說 為什麼原物料一直上 因為大家都在想 電池最基礎的原料 不過你看中國現在這個疫情 是這麼的嚴重 可是習近平滿腦子響的 跟別人就是不一樣 就問一下我們戰略學教授 林以後 林以後老師 因為最近中國在南韓 也要發起一場 他號稱是史上最大規模的演習 而且據說他們出動了 最強的軍艦 那到底什麼是最強的軍艦 要來對抗美國 所以我們就說 坑跨17個時區 這麼大型規模的一個軍艦 可是昨天 其實還講 總統體經濟學家吳將陽老師 也在我們節目裡頭說 美中俄都出動了 這麼大規模的這個陣仗 要來辦這個軍艦 花那麼多錢 動員了那麼多人 當然是跟你玩真的 那中國是玩真的 中國玩真的到底想幹嘛 而且據說 他最近改裝了一個 洞39A的最新的潛艦 那這個艦艇 有這個軍事專家認為 這個艦艇的改裝 就是衝著台灣而來 從哪裡看得出來怎麼說 好我們首先要先去看的 就是這一張圖 這張圖的話 就是在這八月七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解放軍 他這一次的演習 其實規模是很大的 那剛才有講到說 這個最新銳啦 怎樣等等的啦 十萬平方公里的演習 他的航空母艦 而且為什麼要花那麼大 過去我們講 他是不是在火炮試射 或是什麼兩棲登陸啦 等等的 為什麼要花那麼大 其實我可以去斷言 他這一次的一個演習 主要就是在練兵 他剛剛說他是不是打真的 我說其實真的假的 這不重要 重點是他要在練什麼 今天我們可以去看到 他這一次的一個演習 我們看他這個區域性來看的話 他除了這一個 航空母艦之外 還有他的這個動武武的驅逐艦 還有很多其他的這些軍艦 這些軍艦在聚集在這邊 就是要去做一個什麼呢 在做一個航空母艦的一個 護衛的隊形 等於說他是在練習的 以前是一艘船而已 但他現在要做的是他整個航空母艦 戰鬥群的一個規劃 那其實我們要說實在 首先我們先看這個三東號航空母艦 我們可以去看到喔 他三東號航空母艦 他其實是沒有彈射機的 所以這個會代表說 他的航空母艦的一個戰鬥機 跟美國的用途是不一樣的 美國的話 他的主要的打擊是要靠什麼 是靠他的飛機 起飛戰鬥機 然後起飛他的什麼F-18等等 去對外面做攻擊 可是其實今天老共的航空母艦 他沒有彈射機 代表他不能蠻宅起飛 他的油料或者是他帶的一個武器 相對來說他不能蠻宅 所以其實他今天知道航空母艦 他真正主要的一個用途 是在做艦隊上面的一個防空所用 那這裡的話也可以去帶出來 今天我個人認為最需要去關注的 其實是這一個動物驅逐艦 動物驅逐艦 大家想當然一定是越大的船越重要 我們就要去關注這三棟號 可是其實我自己在看 最最重要的是動物五 因為動物五呢 他是萬噸級的驅逐艦 船不是大就好 在一個系統整合 我們可以去看到這個圖來看的話 動物五他主要就是一個飛彈 我們講難聽一點 他就有點類似這個飛彈的一個 飛彈彈藥庫的概念 裡面有很多的飛彈 他的這個長城的一個射程 其實才是今天動物五真正打擊的目標 那這一些對老共來說的話 他都要去演習啊演練啊 特別是在他的一個系統上面 我們常說這一個打仗 不是只有去看他硬體 他的一個雷達系統 他的徵收系統 那過去的話 一過去我們看到遼寧號也好 或者是老共有很多船 是跟俄羅斯買的 或者是這些系統是比較舊的 可是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剛剛的山東號 或者是這一次的動物五 全部都是他近期新造的船 所以我可以比較大膽的來講 今天的解放軍 他在就這一些演習的時候 除了我們看到畫面上 可能有這個棒棒棒啊 那個飛彈在射擊啦 飛機在飛啦 其實很多是在我們看不見的戰場 這些電磁波 這些雷達的這個參數 甚至是太空 他的北斗衛星 北斗山形 是不是有在裡面 在做一些整合 跟一些做一些戰場上面的管制 這個其實才是今天 我們在看動物五的時候 需要去注意到的 今天老共他也知道他要怎麼樣去對付 美國的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其實不是靠航空母艦 不是靠他山東號 主要還是要靠從海底出擊 還是要從水下 對其實對臺灣來講的話 一個就是什麼呢 可能會造成是海上封鎖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一個海上交通線嘛 還有我們的一個 現在的話 如果我們要火力發電 不就是天然氣嗎 這些都是要從海外去進口的啊 那從海外進口的時候 其實老共就有講過 我是不是可以去封鎖臺灣 讓臺灣沒有能源 沒有資源 中間就來耗了 所以這邊的話 用潛艦來做封鎖 這個也是在戰史上面 很平常發生過的 因為潛艦 他是一個天生的逆中武器 對 他只要潛到水底下 你甚至連他的友軍就很難去找 所以其實今天 我們要去關注的 就是在這個裁電潛艦的一部分 那這也是為什麼 美國最近其實一些軍售 之前有賣到我們P3C嘛 這一些反潛的一些武器 就是希望臺灣 你可以去發揮在第一島鏈的一個位置 把老共的潛艦 就把他封鎖在這裡 不管是巴士海峽啦 或者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他也希望臺灣 你能夠把這一個反潛的力量 甚至再往南延伸一點 太平島等等 這一些 如果可以去建立起來的話 自然就可以去阻斷 老共的一個水下攻擊 那這個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 有一個跟我們臺灣 比較有關係的 除了水下的戰爭之外 就是這一個洞七五的兩棲攻擊艦 那為什麼我說 他跟臺灣有關 有些朋友一定會說 他不是在南海演習嗎 南海島礁啊 可是今天 他的第一艘在南海這邊成軍 第二艘就目前我們看到的 有可能就是在哪裡呢 他命名 有可能命名叫福建號 就是部署在東部戰區 就是專門在 可能會對臺灣造成一些威脅 那當然啦 這一些兩棲攻擊艦 他可能在這裡的話 他的目標 配合航空母艦跟這些大船 他的目標應該是要放在更遠 所以其實我常會說 洞七五兩棲攻擊艦 除了我們臺灣要注意之外 美國以及日本 日本的話 我們也看到他最近在這個什麼 西南豬島啦 石原島啦 都有一些 一些飛彈的一些部署 這一些其實他也是去針對說 好老共 你的船很厲害 你的船很新 但是我就要用路上的 這個反艦飛彈 來斬斷你的一個船團 那這裡的話 其實美國也有去注意到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到這個洞七五 結合兩棲攻擊艦 以及在最近的一些 美國對臺的軍售的時候 他有去特別去注意到 如果今天臺灣要進行一個 反登陸作戰的話 那你臺灣會需要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最近有去看到的 這個M1-109A6 今天這一台自走炮最大的功能 除了火力之外 就是在他的機動力跟防護力 因為其實我們從一個 臺海戰爭的角度來看的話 今天臺灣會又打到地面作戰 一定是老共準備要登陸了 那老共要準備登陸的話呢 他一定會掌握空憂了吧 所以其實今天你的一個傳統的 我們講炮兵在陣地裡面啊 或者是你前景炮 你前面還有一台車拖著一門炮 那一些已經不適合在現在的 一個陸戰使用 因為你只要一開炮 敵人的飛機就過來轟炸你了 對 因為你來不及跑 反而相對來講的話 如果你今天這個自走炮的話 他開完炮以後呢 他可以去做一個機動的一個調整 他可以去這個快速的撤離 等於他馬上有一點打帶跑的一個作用 那當然也有一些朋友說 我們這個你不是已經有A2了嗎 幹嘛還要買這A6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看喔 現在我們的陸軍有阿帕契 有M1戰車 以及現在這個自走炮 剛好就是武裝直升機 戰車跟火炮 三項都是新的武器 因為過去的武器太舊了 他不能跟這些新武器進行連線 甚至是他也不能夠跟美軍來進行連線 未來的話 美軍他不一定十兵要來幫你 可是他可能透過這些衛星啦 或者是雷達啦 或者是資訊傳送系統 把坐標傳到你的武器 讓你的武器說打那你就對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去買這些新武器的一個 也主要的原因 那最後的話再回來講這南海 南海的話其實我們可以去注意到 這幾年習近平特別關注海軍 只要是什麼大演習啦 或者是新的傳承軍啊 習近平他都很喜歡去 為什麼呢 他其實最大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去 告訴中國大陸的一個民眾 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做得比人家好 前人做不到的東西 我現在可以做得到 那這樣子除了一個政治的宣誓 或是他內宣之外 最大的目標就是他的第三任期 第三任期我跟別人不一樣 也代表我在未來的一個這個 歷史使命也好 歷史地位也好 有更好的一個鋪路 更好的一個正當性 這個其實都是今天我們在看 中共軍演他背後 可能會出現的戰略遺憾